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小潘,祖籍山东德州,本科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土木工程,连续生是西安科技大学,结构工程专业。 2014年,我移民到加拿大,在摸爬滚打了四年之后,2017年,我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 我现在呢,有两份工作,全职工作呢,是Layout Engineer,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公统测量这个专业。 在下了班之后,我在经营自己的水管公司,我是在2018年考取了水管工的license, 然后呢,就从事水管类的安装和维修工作。 这份工作呢,我将会在之后的节目中呢,为大家节省。 Layout Engineer,在加拿大这边,它的职位内容是比较固定的。 首先呢,我们会进行这个图纸的一个阅读和检查工作,确保在施工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图纸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图纸进行基础的方样,墙、梁、柱的方样。 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像一些高层建筑里边经常会用到的钢结构, 我们平时呢,主要主要主要负责这么一些工作。 我现在从事的这个项目,它的名字叫做Artist Alley Condos,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 其中我们这个项目呢,一共是由三个标点来组成。 这个项目,我们可以从照片上看到,整体的效果图还是非常漂亮的。 其中我负责的建筑呢,就是位于照片正后房那栋深色的建筑。 现在我们这栋建筑呢,已经修建到了12层。 今天是星期五,正好这个周末也是长周末。 因为下周一是加拿大的,是明日。 它叫做Sea Week Day。 不知道甲方是为了庆祝这个节日,还是觉得我们自己比较新。 靠劳一下。 在要下班的时候,大家都提前一个小时下来。 甲方为我们提供了BBQ的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提供啤酒还是比较遗憾。 可能是怕大家这个喝了酒,在路上不太安全。 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我就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祝大家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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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周末愉快。